金庸书中《最轻挑的女侠》主动让人轻薄 最后和一个草包携为夫妻 提及《最轻挑的女侠》 你第一时间会想到谁 想必大部分读者会联想到黄荣 黄荣乃东邪黄药师之女 在射雕初期形式不按照常理出牌 因此常常被柯震恶怒斥为小妖女 好比黄荣火于木念慈的时候 韩雾以为木念慈是自己的情敌 竟想在小树林里击杀木念慈 以便达到独占靖哥哥的目的 此外 在射雕时代 黄荣一路奔波之下劳累不堪 他命士兵端来了洗脚水 然后当着士兵的面脱了鞋袜 露出一双洁白又可爱的脚丫子 然而黄荣自己不避嫌 却假意怪罪士兵偷看他洗脚 书中是这么写的 黄荣道 你说 你干嘛眼睁睁地瞧着我洗脚 那官军不敢说谎 磕头道 小的该死 小的剑姑娘一双脚雪白粉嫩 生得好看 脚趾架红红的 像观音菩萨 磕震恶一惊 心想 这贼四鸟死到临头 缓起色心 小妖女不知要抽她的筋 还是包她的皮 然而这一次 却出乎了柯震恶的意料之外 只见黄荣笑道 你这蠢才见过观音菩萨的脚吗 哼的一声 身棒摔了她一个筋斗 居然没在追究 要知道古时的女子 极其看重贞结 就算脚丫子给异性看到 也是一种亵渎 然而黄荣却当众洗脚 再听了异性对她的夸奖 黄荣竟既往不救 这样的举止 的确轻挑至极 幸好黄荣在郭靖的感染之下 逐渐退去了往日的轻浮 化身为了保家卫国的女侠 然而在金庸笔下 还有一位女侠 更是轻挑 她和黄荣一样 都成了守城的女侠 却有主动让人轻薄的黑料 在神雕的末尾 蒙古人入侵襄阳城 大汉蒙哥为了攻破城池 甚至喊来了蒙古国师金伦法王 金伦法王不择手段 不惜掳了郭香榜在高台之上 妄图让郭靖出城投降 紧要关头 杨过挺身而出 再历经了一番玉血奋战 用黯然销魂掌 击败了金伦法王 救出了被挟持的郭香 另一边的郭靖泽带着黄荣 小龙女 叶绿齐 郭福 成英 陆无双 周伯通 伊登大师 英姑 武修文 完颜平 武敦如 叶绿燕追击逃兵 最终将蒙古人赶出了中原 这样看来 黄荣 成英 陆无双等女子都是女侠 毕竟他们舍身忘死的保家卫国 和蒙古人展开了厮杀对决 不过这些女侠当中 有好几位有过被人轻薄的的不堪往事 首先是小龙女 她在24岁的那一年 被欧阳峰点了穴位 无法动弹 接而在中南山的草地上 被尹志平夺走了真结 其次是陆无双 当年她只不过身穿白衣 就惹得杨过一路尾随 带陆无双断了肋 杨过也是趁人之危 竟提出了要给陆无双接骨 在陆无双敞开衣衫 闭上眼睛等待杨过治疗时 但觉微风吹在身上或有寒意 转头睁眼 却见杨过正自痴痴地看着自己 尽管小龙女陆无双都有被人轻薄的往事 但都是被迫的 可下面这位女侠却是主动让人轻薄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和郭靖一同守城的完颜平 完颜平端庄秀丽 然而她和杨过认识没多久 就被杨过狂傲不羁的神秘气质所吸引 可自杨过出现后 完颜平彻底沦陷 于是当杨过提出要亲眼睛的时候 完颜平不但没有拒绝 还期盼杨过之后能做出更过分的行为 书中是这么写的 完颜平初时直到她要出口求婚 又怕她要有肌肤之亲 自己如若俱雀 她唯一用强 怎能是她对手 何况她少女情怀 一只手给她坚强粗厚的手掌握着 以字意乱情迷 别说她用强 纵然毫不动粗 实在也难以拒雀 那只她只说要清清自己的眼睛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可是心中却又危感失望 略觉诧异 当真是忠心力溜 其乱如斯了 她妙目流波 正正望着她 眼神中微戴娇羞 你看金庸写得很清楚 别说杨过用强 纵然不动粗 完颜平竟也难以拒绝 等于说只要杨过愿意 拿下完颜平不在话下 可随着郭福 成英 陆无双 公孙绿恶 郭湘等女性配角的闪亮登场 完颜平就渐渐消失于读者的视线之中 待完颜平重新在神雕末尾亮相时 她已经嫁给了一个草包 原来完颜平不知怎地 竟和郭靖的徒弟 伍修文好上了 二人没多久就结为夫妻 跟着郭靖在襄阳守城 尽管金庸留给完颜平的笔墨 少之又少 但我们仔细剖析这个角色 仍能发现完颜平时是一个轻挑的女子 完颜平曾主动让杨过轻薄 可见她已经爱上了这位 风神俊朗的美男子 可完颜平很快又和武修文没来眼去 发展成了恋人 完颜平是怎么想的 要知道武修文虽是郭靖的徒弟 跟着郭靖修炼武功多年 可到头来仍是一个要文不行 要武不能的草包 此外 当年武士兄弟为了争夺郭福的配偶权 在襄阳城大打出手 要不是杨过及时制止 早就一死一伤 武士兄弟手足相残之事 早已传遍了襄阳城 完颜平必然知道 他又是如何看待武修文停下脚步 转身追求自己的事 笔者认为 轻挑二字很好地诠释了完颜平的人物性格